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 World。 尼克拉约西奇,和乔尔恩比德,可能是NBA,现役最好的中锋,两人连续两年,在常规在MVP的评选中,位居前两位,而德怀特霍华德,则是现役唯一一个,多次入选双一阵的中锋,但是,在NBA现役球员季后赛,场军篮摆排行榜上,霍华德,只能排名第三位,约西奇和恩比德,都没有进入前三,你知道,谁排第一吗? 约西奇,过去两个赛季,都是常规在MVP,是2000年的沙克奥尼尔以来,唯一一个当选MVP的中锋,是1983年的摩西马龙之后,NBA唯一一个,蝉联常规在MVP的中锋,他迄今为止,在四阶季后赛的48场比赛里,拿到26.4分,11.5个篮板,6.4次助攻的场军数据,但是,他的季后赛,场军篮板,在现役球员中,只能排名第五位。 恩比德最近两个赛季,都在MVP的评选中,排名第二,迄今为止,在五阶季后赛的44场比赛里,场军拿到24.0分,11.1个篮板,2.8次助攻,1.5个盖茂的数据,生涯季后赛,场军篮板,在现役球员中,只能排名第七位。 霍华德,已经四次入选双一阵,在NBA现役球员中,仅次于勒布朗詹姆斯的五次,在NBA历史所有中锋球员中,与大孟,奥拉朱旺,和海军上将,罗宾逊,并列第一位。 霍华德,迄今为止,在十二届季。